坦白說我覺得畢業找份工作很正常 但是有很多市長 每當畢業就要找下一份工作 那比較不正常 打得蠻正式正確 台灣下一個階段重要目標大概是要打造一個非韓家園 不是非韓家園 我覺得這個是下一個階段大概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那韓家園是什麼 韓家園就是我們過去努力的很多事情 可能都沒有辦法再持續下去 你看我們從年金改革 婚姻平權 非和家園 能源轉型的政策 然後各式各樣 包括這個轉型正義 這麼多重要的轉型工作工程 這幾年展開的 如果這個韓市長不能選上總統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是 其實我最擔心的坦白講 不是中國直接takeover台灣 而是這些一項一項的過去追求的一些進步改革的政策 好不容易有一點開端的東西會全盤挖緊 柯阿伯的這句話 你不認為對你也有任何的政治性的攻擊或是其他的目的 不會啦 就是我覺得就是我把它當作公文再看 你有沒有跟他聯繫啊 沒有沒有 他老是講到你啊 我知道他最近關心我 為什麼 你猜是因為你會把支持他的年輕選票被搶走 我覺得不會啦 柯市長本來就有他的支持群眾 對啊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在政策議題上 立場價值上面把這些事情談清楚 也沒有什麼就是 因為誰進來哪裡 誰做什麼事情 也不會說他因為當然台北市場就一定怎樣啊 嗯 或是就一定能夠吸引到某一些人 不一定 這是看他做的事情 跟他的主張 對 大家一直想問客阿伯嗎 那昨天他說你是 左派台獨奮親 欸這個話給你貼標籤喔 這個我 我其實把它當作一種公文啊 就是一種讚賞 嗯 對 你覺得他是讚賞你 左派台獨奮親 不是什麼不好的詞惠啊 嗯 這個我覺得這個其實我不會那麼 看重他講的這一段話 哦是喔 因為其實 你說對現在台灣的主流的年輕人 其實台灣做一個獨立國家這件事情 是一個大家都承認的事實嘛 那維持住這樣的一個獨立的現狀 嗯 保有我們自己的主權跟生活方式 民主制度 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大家都接受的事情 很多 坦白講我跟很多 呃實力的朋友 到現在都還是維持非常好的關係 那他們其實很多人 也不見得怎麼看這件事情 嗯 那反而我們討論比較多的是說 那好 那未來彼此在不同的位置跟角色上面 我們能夠把哪一些具體的政策 我們彼此共同的價值能夠推進 欸你們現在是選舉耶 就是生死存亡之戰不是政策 是在選舉上怎麼合作吧 對但坦白講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 呃 對我而言 其實選舉真的只是一時的 蛤 輸了不就死了嗎 蛤 我覺得也沒有 也 我覺得其實 因為選舉真的只是一時的 其實 真正觀眾 真正大家在關注的焦點其實是 是未來四年那些到底具體的政策 朝野政黨之間如何合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